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夜里啊 但是也没关系了 夜里的时候允许自己夜觉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尤其休息人经常出现 觉得四大结果 不管是偏空的人也会夜里 还有就是最不空的人 觉得这个世界是没太多意义啊 就是看到的都是假象嘛 也会夜里就是生气 那种有利益的感觉或者 那种乐趣 那么这个时候夜里是很正常 允许自己夜里 但是呢夜里是接受自己这个状态 也是一个状态 但是呢不要让他慢慢的 给自己带来灰暗就行了 就是有时候夜里的时候如果身体不好 他就很灰暗 这个生命啊觉得很 就是提不起兴趣 甚至就很灰暗 没有动力啊 甚至连生存的机器也消失 慢慢瞧这种 反正你会有呼吸嘛 瞧呼吸 让呼吸还是很有力的去呼吸 你的生命的力量就会出现 允许自己去厌宇 不怕的 也允许自己去喜欢或者不喜欢 所有的状态都是就像 你就是宇宙嘛 宇宙里边的各种状态 很正常 就是告诉自己这种状态是蛮正常的 没有进入真空庙游的状态 没有进入真空庙游的状态 其实夜里这个 真的是太容易了 夜里这个世界 就是你生乐器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一旦一个 你拥有的智慧越多 或者什么夜里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当你 有一天是 你会发现 当你站起来真的是说 你会发现身边 当你的智慧随着修罪提升的时候 那身边都是小孩子 那你每天跟小孩子玩 你肯定会慢慢就没兴趣嘛 那那个时候你会知道 就是说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过客 你就是过客 但是你要来 主要做完你的该做的事嘛 那你就是办事了 办事要什么激情啊 不激情啊 该做什么做什么嘛 那所有的小孩子 你看他们那对天真无邪的眼睛 看着你主要要你的说法 是吧 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来完成自己该做的事嘛 其实也这个时候就平淡了 就生命里边你平凡也好 伟大也好 对你就没有 就算你明天当了 这种夜里会导致你 就你明天当了总统或者很有名 你也不会多狂喜 你也不会多觉得自己了不起 就算很平平淡淡的坐在家 你也不会觉得多渺小 慢慢的转化成这个的时候 你只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个过客 你只是完成一届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 完成一届工作而已 不管他叫弘法也罢 他叫修行也罢 他叫实修也罢 他叫什么也罢 还是看书也罢 什么你只是在做一件事情 就无所谓夜里不夜里 就是很平常心了 你夜里还是不平常嘛 你觉得应该有激情或者没有激情 觉得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欲求 你不平常的时候 就会业绝 要么就会波动 你如果很平淡的很平常 就像那个时候打派你去干一些工作 你不过就是去干了小工作 干完你就回到组织里去了 那有什么还需要激情还要业力 是不是 要不要业绝这个世界 还是不应该业绝这个世界 你折腾这些有啥用呢 是吧 你只是做完那件事 你甚至都不去想 哎呀我应该慈悲这个 还是不慈悲那个 你只是去做事完成工作而已 你就没有太多的就很平常 没人跟说话 大太多人跟你说话了知道吧 是但是没有人懂你 你为什么要人懂 也不是说多没人懂 真的你到 说是没人懂你的时候 有人会懂你的 是你 但是你自己 要是还有喜气欲望 活在那些 你才去渴求别人的理解啊 支持啊 真的是 你渴求别人 对你去理解啊 懂你啊 或者是 安慰你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发现是 你还是有欲望 情节的时候 欲望喜气 当你在这些东西 你都能够放下的时候 其实你不需要人懂 你是需要有人了解你那些喜气 了解你那些欲望 就是了解你那些欲望 哎呀我想怎么样 你怎么不懂我呢 你怎么不懂我我想怎么样 我想喝水 你怎么不懂我呢 你怎么给我个馒头呢 我想喝水 是吧 当你这个水也不想喝的时候 馒头也不想吃的时候 为什么要人懂 你可以跟月亮说话 可以跟星星说话 可以跟天上天地万物聊天 是吧 因为你没有欲望的 你很清静知道吧 你坐在天地之间啊 你像一个精灵真的 你坐在天地之间 当你真的是没那些 人突破自我的那些欲望的时候 不管这个房间多小 哪怕他就是 视频里面的官方 你坐在那儿 你都在天地之间坐着 那种空旷 那种清静 来自于你的身心啊 来自于你的心灵 因为你就是个感觉 多烂的房子 多金碧辉煌的大殿 对你都一样 都出不了你的心 你知道吗 你就坐在自己的心里 看着这个世界 这个心理 你知道你有几亿年的历史吗 你跟自己交流就足够了 你有几亿个你在那儿啊 那都是众生啊 你知道吗 每一世的你 难道不是个众生 相对于你 你自己了解自己足够了 忙都忙不过来 没事的你都在那儿 没事的你都能看到 没事的你啊 可能没事的你都很了不起 或者是怎么样 都跟你交流足够了 需要吗 你跟自己都 你还需要个 你安住在那个境界里 你足够了 很清凉 知道 你安住在天地之间很清凉 就像月球一样 就像太阳一样 就像一颗星球一样挂在那儿 很清凉啊 你根本不需要 你有欲望的才需要别人懂 真的是 你不需要懂 你懂一切就行了 你懂万物就行了 然后窗边飞过一只蝴蝶 飞过一只蝴蝶 飞过一只蝴蝶 你都知道它想干什么 从窗子飞过一只蝴蝶 你知道它在密室 还在找窝 然后你觉得蛮有趣的 他瞅一瞅 他去哪儿找去了 你爱瞅不瞅 你瞅也行 不瞅也行 你活得非常精彩 知道吧 老师 你说的那些都是你 都是修正道理 已经到达了 咋到达的 就从现在开始的嘛 是不是 你从当下开始嘛 你怎么 你又不比我缺哥哥短腿 你又不比我缺脑袋 你又不比我缺眼界嘛 是会嘛 嗯 谁说的 就是你没 你不愿意放你那点小小心眼呗 小习气呗 就是觉得 哎呀我很难的哦 这个很难的哦 永远不要说这种话 永远不要说很难的哦 那个习气本能的哦 那是放不下的哦 称呼很遥远的 还要十几万大姐的哦 永远不要说这种话 我告诉你 这就是错误之间 已经输入你的信息的错误了 把这些清理掉 这叫这叫手机垃圾 我告诉你 永远不要这样想 当下你一定能做到 哪怕做两秒钟 第三秒你就出去了 没问题啊 就两秒两秒看 你打坐入定不就是一分一分开始的吗 你能定一分钟 定两分钟定三分钟 拿一下定一个小时的 都是定十分钟出去了 出定了 你把握不住的 当下做到 一分钟清净 哇好清净啊好清凉啊 人家怎么又浑浊了 就一秒一秒来嘛 那你不从当下来 那很难的那真很难的 很难的就是干扰你的 污染你的那个病毒 就像手机病毒一样 你已经做病毒了 那个病毒就是很难的哦 本能的哦 改不了的 这都是叫什么木马病毒 在一起 对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